这座外表普普通通的矿山 几百年来一直是处人梦寐以求的财富 周王朝同样十分清楚这座矿山的战略地位 因此在汗水流域分封了一系列王室成员 他们被称为汉洋主机 所谓汉洋主机 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守护这座金席之路 就是青铜和席的运势 我们知道南方最生产的青铜的地方是大野铜的山 以至包括江西 德安 那么这里的铜首先要进个长江 从长江然后要转入汉江 从汉江随着走廊才到南洋盆地 然后到达周天子所在地 这一条汉洋主机 是保障青铜安全认输的一条非常重要的通道 所以他们的地位非常重要 隋国是汉洋主机中最主要的一个诸侯国 它历史悠久 血统高贵 为之险要 为周王室守护着同资源丰富的同路山 多年来 楚国南下的一个主要动力 就是征服隋国 控制同路山 直到楚武王时代 楚人才看到了夺得同路山的曙光 公元前七百四十年 楚国内部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 储君坟茂的弟弟雄通 秘密策划了一场宫廷谋场 虽然被称为蚂蚁 虽然被称为蚂蚁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弑君传统 雄通杀死了自己的侄子 成为楚国的首领 三十七年之后 他自称楚武王 从西周开始 中国政治权力的传递 就一直遵律着一个明确的原则 弟弟为掌 也就是说 选择继承人士 不必考虑他的品质 才能 年龄 而仅仅考察其出生顺序即可 就是这种情绪往往是一种先天就给你定好了的 所以他不容易引起争议 他办起来很顺畅 但是往往正是因为他很顺畅 他没有争议 所以他没有生命力 久而久之 这个人哪怕是弱智 哪怕是非常平庸 他也能在这个位置上来做统治的 那你可想而知 在这种平庸的人的统治下 这个国家的前头会是怎么来的这种现象 只有楚国敢于破坏这种规则 在楚国前期历史上 叔叔从侄子或者弟弟从哥哥手中夺取王位 极为平凡 混合了蛮族和中原血液的楚王家族的男人们 像恶狼渴望鲜肉一样 对王位垂涎三尺 世间之举虽然残酷无情 却保证了登上楚国王位的 都是进取心极强 生命力极为雄见之人 左撰记载 楚国的大事往往是在少年君主手中完成的 在楚国的历史上 世军篡位者大抵有所作为 有所建议 而且几乎都出现在楚国力量的上升时期 楚国王雄通就是这样的人 篡位者的罪恶感 压迫着他必须有所作为 他不守中原规矩 一即位就要周王朝晋升自己的爵位 被拒绝后 雄通大怒 他说你既然始终认为我是第一人一等的蛮夷 我干脆与你平起平坐 当今雄通自立为王 他们是在蛮夷 等于是在那样一个生态环境里边 对王位那种野心是一种赤裸裸的 然后他们没有中国的这种王位继承这种理智的约束 在这种心态下 当然中国的很多这种理智 这种规章制度 对他是起不了什么任何作用 雄通的这种叛逆之举 其实是一种强烈的自尊心和进去健身 从侄子手中夺取了王位后 初武王雄通就开始了野心勃勃的扩张 初武王即位不足三年 就挥师讨伐江汉平原的西部 全国便成为了他到手的第一块肥肉 这个大胆的篡位者 在政治上表现出极强的创新精神 雄通灭权后 他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 把全国分封给陈下 而是改权为宪 设置了现隐家议管理 这是春秋时期最早设现的行政体制改革 被史学家称为是春秋第一县 当时叫现隐 所谓现就是悬挂的意思 这个悬挂就是说 它悬在中央的手中 这个权力是悬在中央的手中 而不是说所有的权力是贵诸侯所有 现的出现 在中国政治史上意义非凡 周天子在王朝建立之初 将天下分为众多诸侯国 诸侯国国军在国内 有分封清大夫等 让他们世袭土地 时间一长 这些清大夫和诸侯一样 全是越来越稳固 与中央的关系也越来越远 很多老牌国家因此被逐渐分裂 县他由国军直接的掌控 国军直接的任命县公 第二县公不可以实行 第三县公的财政不可以留为自己所有 要上缴国库 他不能够允许这个有大规模的军队存在 军队只能从属于国家 这样子国王对于地方的控制权就大大加强了 所以说他们能摆脱这样一个 分封式的这个负面对他们的说服 说开除了这个以县来致命的这样一个先计 所以这样这样的说法是和中原相比的话 他们就反而就在前面 在春秋战国的第一波效率化改革中 楚国占了先计 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 摆脱了古老王国的神规陋习 新兴的国家可以在吸收他人经验教学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 因此常常能后来这局上 正因为被人视为蛮夷 所以楚国才要发奋图强 在中原国家面前证明自己 同样正是因为被人视为篡位者 楚武王必须有所作为 就在楚武王登上王位后不久 他看出了中原与往常不一样的形式 此时 一股士君朝正在中原兴起 周王朝已经失去了以往那样的控制力 天下刚激混乱 各国以下犯上之事层出不穷 楚武王十七年 晋国的驱卧庄伯杀掉了君主晋孝后 两年后 郑国君主郑伯的弟弟起兵造反 四年后 魏国臣子杀掉了君主魏桓公 楚武王二十九年 卢国人也杀掉了君主卢尹公 两年后 宋国的太宰华都杀掉了君主宋商工 混乱的局势 让雄通看到了楚国崛起的希望 中原国家自相残杀 顾不上防范这个南方的小国 楚国正好可以利用这个千载南方的机会 实现多年来对外扩张的梦想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地小国 成长为一个大国 不过楚武王很清楚 要实现这个大国梦 他首先必须拥有最重要的战略资源 铜 那么随国就是他要政府的第一个目标 你无论是就是铜的山的铜 还是再难以铜的山之南获得的铜 你要向北运势必须经过谁 谁国 他就是汉阳 汉阳铸鸡里面的第一大国 所以楚国想如果要控制汉阳铸鸡 要想把从周天子手上把这一条金锡之道 把它夺过来 必须要灭掉这个随国 虽然对铜路山垂涎了几个世代 但是楚国迟迟没能动手 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雄通 敢把随国列入他征服名单的第一位 在这个颇具实力的古老国家面前 雄通不是没有过犹豫 但是他只犹豫了一瞬 他无法抑制心中强烈的冲动 楚国上下对铜的渴望 自己不凡的个人能力 以及楚国军人的勇敢善战 让雄通心中积蓄起强大的底气